哈喽各位 欢迎再次回来到我们的线上课程 今天这一堂课程主要会讲的是 Form3SK的Pub4 也就是CodeArahan 那么在这个topic里面会有分成两个 一个是4.1 Bangalanda的Sql 以及4.2 Sql CodeArahan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来看的是4.1 Bangalanda的Sql 其中的4个subtopic 4.1.1 4.1.2 4.1.3 跟4.1.4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要开始吧 OK 说来我们今天第一个想要看的东西呢 就是这一个 Mark 4.1.1 也就是我们的Mark 3 这什么是Mark 4.1.1 Pangalanda的Sql 这什么是Pangalanda Pangalanda的就是数据库 所以数据库是什么 就是你收集东西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它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一个手机资料的地方 好像你的电脑 要怎样 save这个东西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 OK OK Next 我们待会看 OK 我们本路上Data Data 什么Organizasi 我们有两种 意思是说管理这些Data 我们有分两种 一种是System File 一种是System Bank Data 一种是文件系统 一个是数据库系统 这文件系统就是你Safe File的地方 文件库系统 就是你把这些File save在这个数据库系统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 这个System File OK OK 这什么是System File System File 我们有两种 OK 一种是Manual的 一种是Electronic的 一种是传统的 一种是比较自动化的 怎样讲传统呢 传统的就是以前 我们就是现在我们整理File的时候 我们整天在用的那种File 那种就是System File System File Electronic 意思是说它是Digital化的 就是你把东西save在你的电脑 或者是你的设备之类的 这种我们是Digital化的对不对 我们这种就叫System File System File Electronic 然后从这边呢 我们可以延伸出来两个东西 就是它的TiriTiri OK 所以我们先来看System File SataraManual的TiriTiri OK So System File SataraManual 我们有5个TiriTiri 所以这个的话 你可以用Elect的方式 这第一个东西我讲的 它是比较传统的 So它可以Digital化的File 可Task OK 它收在你的纸张里面了 然后呢 Task File Digital化的Cabinet File 意思是说它收在Cabinet 也就是你的File 收在你的储物柜里面 那么呢 你储物柜你想看 你是不是需要很大的空间 对不对 接下来呢 假设呢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需要 创改数据 是不是我们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来去找这个File 来创改你的数据 对不对 所以你的Record也比较难就赶 OK 或者是你的Tapaya 跟AtasData 能够马上扬了吧 怎样讲呢 就是意思是说呢 你收这些文件 比如说我有100个文件 100个文件里面 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整理 才能收 OK but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用的是 System File Electronic 也比较智能化的 so 怎样呢 来我们来看 System File Electronic的话呢 它就是使用电脑的 做你的东西 使用电脑 当然是Safe 电脑里面了 OK so 第三个的话 有没有写都是Option 因为其实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是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今天你Safei 电脑里面 你要篡改数据 你是不是很快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Ctrl加F 或者是Search 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资料 对不对 这也比较容易的修改 今天如果你容易修改的话 会怎样 对的 你的时间也会比较节省 所以你的Japaya Japaya Atas Beta 你吃的时间也比较少 相对来说Safei Manual的话 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整理 这些 OK So 来各位 今天我们已经讲到Safei Safei Manual跟Electronic的重点 OK 所以这个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因为 这种是你Relate 你就可以写得出来的 所以这个的话 你比较Focus的话 是在你的Bagian B 就是你的USA Bagian B 那边四分 可能它会叫你 你要大根基于基于Safei Safei Electronic So这个的话相对来说是送分题 你只要懂什么是Electronic 然后再懂Safei 你就可以写得出这些东西了 OK So for蓝色的字的话 它是帮助你去记 甚至是重点 OK 你只需要写哪些 当然 For这个的话 你不得你只是写Massai 就是它的这个 描写它的找到一个Atlas Data Massai Massai 或者是Massai Massai 都可以 OK So 这点一呢 点一 我们已经讲完 啊 这个System File了 So 我们还有一个重点 是我们的Pangalent Data 我们来看一下 System Pangalent Data呢 我们文件系统 它的功能又是什么 OK 它的功能呢 我们有两个 第一个 Massai Massai 什么来的 就是它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 系统去处理 OK Massai Massai OK Next Massai Massai OK 今天你有效的处理 对不对 然后 你有效的处理 你通过什么方式 是不是把全部数据 Compile在一起 然后你也比较容易的去 看罗 So 啊 我们要做巴度干就是结合的意思 So 它就是结合全部的Data 在System Pangalent Data里面 OK OK So 来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System Pangalent Data 它是 数据库系统 啊 数据库系统 OK So System Pangalent Data 它的穿透又有什么呢 OK OK 我们有这场间的这两个啦 OK 所以第一个的话就是 啊 各位 在Supermarket的话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 OK 你想看哦 你怎样把那个 啊 你每次去Data 它又要 怎样说给你 就是它已经把这些 东西的啊 二维码 甚至是啊 那个Bucket 对不对 它save在它的 数据库里面 所以呢 你也比较容易去拿到 你的这个 就是你一跌 它就会有Data出来 咯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 数据库系统呢 去save这些啦 OK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SAPS系统 我相信各位熟了 不要再熟了啦 就是你家长人来 拿来check痕迹啊 甚至是啊 你老师在学校呢 需要save这个 attendance 教坊记录成绩呢 通常都是用这个saps的系统啦 OK So 就像backlight data 就是这样子啦 OK 我们懂了它的风险 我们懂了它的 我们忘记了 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它的goodbye gun 这样为什么 我们要用这个数据库系统 OK 它好处是什么 OK 我们有四个好处 第一个 你今天用了数据库系统 你比较容易的管理 比较容易的掌握 你也比较容易的去整理 这些数据 OK 这个的话你可以release 去这个 System file Satera Electronic 它不会基本上是一样 but 这边的东西不能用去那边啊 那边的东西可以用进来 OK so 你比 今天你用了System file 我不管哪一个 我不管哪一个 是不是比较容易的去管理 比较容易的去整理 难道你要去做一个东西啊 你才去找这些资料吗 不是吗对不对 OK Next Mangela 避免数据的重复 就好像今天你Windows copy包这样子 同样的东西它就会跳出来跟你讲说 你一定有这个文件啊 请问你要覆盖还是什么的 so 你的东西就不会重叠 相对来说 为什么我讲这边呢 不会可以用在Electronic呢 因为Manual的话 你想看啊 你的文件啊 OK 传统的文件呢 它是会重复的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写过吗 反正今天如果你用电脑的话 它不同 它会 有 它重复的话 它会提醒你的 so for这一个的话 你要注意一下 它是不能用在Manual的 这个的话可以 因为你可以去整理资料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mainly focus 在Pengalian data so system上要先不谈先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谈了 好来 接下来第三个 Mendiatka Integrated Data so 今天你要包 为什么你要照顾资料的安全 OK 第四个Mendiatka Cosrama Data 因为你要保护数据的正值 相信这个Integrated Data 在Bug2的时候也有讲过 你要确保你的数据没有被人家创改 没有被人家edit 就是完完全全是Original quality的 就是你要保护好你的资料的安全 然后才能确保你的数据的正值 OK 所以基本上是两个Boys是连在一起讲的 当然你写的时候分开是算分开的 OK 所以这个的话可能也是会出在你的USA bargian B的图了 所以因为它有四方刚刚好它可以问 OK 所以这个的话 System and Climb data就是这样子 OK 接下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主角 就是我们的Structural Curie Language 整个topic的最重要的主角 OK 所以这个又是什么呢 它就是来管理数据库系统的语言 语言 OK 所以它的语言又是什么 来看一下 OK 所以我Clear掉先 OK So Structural Curie Language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结构化查评统 都讲了 就是管理这个System System background data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的文件的语言 所以它是一个高层次 OK 它已经出到第四代 OK 意思是说的 你用这个的话 你比较简单 也比较方便 去读 然后拥有 怎样讲 就是有些东西 如果没有在这个里面的话 它还是做不到的 So 当然你不可能去Source Now 超出它的范围了 对不对 通常我们用这个 当然就是它有 我们有能力在它的范围里面找的 所以我们才会去用这个语言 OK So SQL 它用来做什么 OK 意思是说呢 它用来收 操控跟得到资料 从这个数据库里面 So 这个的话是4.1.1所要表达的东西 也整个topic主要 4.1主要会盖到就是这两个东西 OK 这两个东西呢 就是你的 这个就是你的4.1.1所要讲的东西 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move on去4.1.2 这才是你整个topic接下去 这个接下来的从4.1.2开始呢 你后面不 稍有一个subtopic 不会你的后面接着可能都会完蛋 OK 因为它是有连接性的 OK 这一个chapter它很多连接性的啦 OK So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吧 So 4.1.2呢 主要讲的是entity 跟attribute OK 什么是entity 什么是attribute So entity的话它就是 我每次是这样子讲啦 这个是妈妈 这个是孩子 一个妈妈可以有很多个孩子 对吗 同意对不对 我不可能讲一个孩子有很多个妈妈 So 哈哈 嗯 干妈这也应该也算啦 Entity就是妈妈 然后attribute就是孩子 这两个东西又是什么来的 OK Entity Entity的话它就是一个 妈妈就是compo一个东西的 So 怎样子讲呢 一组相同的东西 就是它把同样东西group在一起 OK 就好像你的group 里面有很多member 你的member 你的leader一定是万能的 对不对 So这个就是你的entity attribute是什么 它的下属 OK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 OK So 它是unique的 Bersifat unique的 它就是独特的 OK So 下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等下 卡 我们先来看attribute attribute的话 它就是解释entity里面有的东西 OK 举个例子 OK 比如说今天我讲一个brand brand 是不是一个整个大公司 就是全部brand里面 它的妈妈就是brand 对不对 brand就是entity So 它的brand里面可能有Acer HP Surface等等之类 这些都是电脑的品牌 对不对 So电脑就是一个特征 它是西法的 Sorry 它是unique的 OK 反而attribute 它会有多种特征 OK 比如说你的brand可能有共同点 它都是用Windows的 还是什么之类的 不能用Apple OK So 这个就是entity和attribute之间的区别 So 今天你画一个diagram的时候 Entity和attribute 它会画diagram Entity的话 它会以长方形 中方形长方形都好 它就是会代表的是entity 它不会一直写entity和attribute OK 第二个就是attribute attribute的话 它就用的是椭圆形 OK 你的椭圆形 圆形 通常不会用圆形 它一定是用椭圆形 除非今天考题要trick你 它用另外的形状 这个不可能发生 大多数肯定就是用 这个长方形跟椭圆形比较多 OK 我们来next So 这个就是我讲的 OK 今天你的computer 你看长方形 就是你的entity 然后你的 左圆形就是你的attribute So 这个长方形computer 就是你的主要讲的东西 So我的电脑 我有很多种read OK 比如说有HP 有Acer 有Asus 有ROG 这个就是computer 一个computer 一个computer里面它有很多种model 都全部的共同领统 它的model 对不对 所以中间这个它以长方形的形式 收给你 所以它是entity 外面那个就是attribute OK So这个的话就是这样子 OK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 如果它以table的形式 给你看这个东西的话 OK 这些东西在你的课本 OK So entity 和attribute呢 你要懂的这个东西 OK 这个 如果它以table的形式 给你看这个东西的话 OK 这个东西并不是你的entity OK 它是你的attribute OK 所以上面的东西 它都是你的attribute 如果它叫你写出 它的entity是什么 OK 三个的共同点是什么 是不是以学生 它要的是学生 所以它的entity才是murite OK 今天要问你attribute 过后 attribute它是以拉州 或者是medan的形式 OK 所以如果它今天 它在问的是 下面那一个是什么 下面的东西就是 record来的 record是baris OK 它是喊的 OK so 那就是指的 so idmurite 那么tariq 是你的attribute 接下来呢 今天 OK 这个表呢 就是你过后 在4.1.5 过后你会一直看到的东西 就是我们用Microsoft Access 来做这个东西 ok 这个的话 如果它以这个形式送给你的话呢 这个东西最上面的呢 就是你的entity 最这边的话呢 这边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如果它没有送你上面下面的东西就是attribute 跟record ok attribute跟record 就是这样子而已哦 so下面的话就是record so你要不要注意的东西是for 这个entity跟attribute 第一个东西你一定要认到底哪里是entity 哪里是attribute 它不只是会用diagram的形式 它也会用table的形式或者是access的形式 送给你 so你必须要懂最上面的是entity 下面的是attribute 好啦 来 接下去呢我们来看一体 entity 跟attribute的一体 soran keyboard 它会问的是怎样子的 而且这一体相对来说是比较烧脑的 因为呢它要你自己analysis题目来写出一个东西 ok so来我们来看一下 ok so 今天 ok我抽出来的这一体是 啊 哎呀 就是它的这个 entity的attribute的题目了 so 前面整体 这一种题目一定要从头读到尾 因为分分钟你会miss掉任何一个东西 so sebabkan是orang penyala Ashram 因此 Ju那里 perlu menyenarakan and mengelaskan mureh-mureh tingkatan 4 dan 5 ok 这边重点已经出来 它要 klassify form4跟form5的同学 menikut rumahsukan masing-masing ok so它已经有两样东西了 ok我们接下来看些 它 juga perlu so 它也需要它的重点 个人资料 它也需要个人资料 那么 就是 啊 他要マクロマクバディ 意思是说他首先他第一个东西 他一定要有Morate的这个东西哦 对不对 接下来呢 他还要有第二个东西是什么 OK 对 他要分宿舍对不对 宿舍 OK宿舍给人对不对 So他要分宿舍 这个就是你的第二个主要的东西 OK So这个将会是你的entity哦 So Morate是你的entity So你的Morate他的个人资料里面会有什么 一定会有名字 一定会有你的学生号 学生编号 一定会有社主 一定会有班商哦 社主有没有写可以吗 都可以啦 OK So来 接下来你有的是 接下来 这些都已经完了 接下来他要的是asrama So你的asrama里面需要有的东西是什么 OK 一定要有学生名字哦 一定要有社主哦 OK 然后还有block asrama跟no billet asrama 为什么在asrama里面还要再强调东西是rumah sukan呢 因为他要蒙一固 rumah sukan masing masing So意思是说呢 他今天他要跟 他要排跟社主对不对 所以他有了学生的名字 他也要有学生的社主 他才能排这个block 所以你的block asrama跟no billet asrama就是里面要有的 当然这个只是sample 假如办有更好的答案也可以照片下去 OK moorate里面就可以延伸出来很多东西 but like dari lahir 还是等等之类的 So这些重要吗 他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不行 OK so nobadasara moon rate的话 他也可以成为的是你的 第一个主要的东西 这样你的nama moon rate呢 就不需要再重复 如果是asrama的table的话 so这个东西 我会在后面再强调多一次 尤其是到了4.1.3的时候 OK so这个的话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so我们就是要analysis题目了 OK so来 for 4.1.2就是这样子而已 so 有什么问题的话在下面comment 那我们接下来去看4.1.3 OK so 4.1.3主要讲的是 格古基 primer 和格古基 asic so 我们有primary key 跟alternative key so primary key呢 它就是attribute等于nila unique 就OK and 我们有entity 跟attribute entity primary key 就是 它就是 它的main like 一样 孩子的 比如说孩子 比如说孩子 然后 alternative key就是它的老婆这样子 OK 孩子的 对对对 它的老婆 它的老公都好 OK so attribute 跟anila unique 它就是要unique的 独特的 OK so tita bore mangulangin data yangbore ulang samad indika kosok primary key 你要注意的东西是 你不可以空 你不可以重复 也不可以一样 for 这个的话 一样跟重复是一样的啦 不可以空着 跟不可以一样 这个的话 会在你4.1.5 再次提到 因为呢 如果你空着的话 你是不能接下去 做 你接下来的资料 OK for primary key 每一个entity一定会有一个 primary key 怎样讲每一个entity 就是每一个table 怎样子讲呢 我们回到刚才我们的这个 啊 回到刚才我们的这个table OK 看到吗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table 对不对 每一个table都一定会有一个 primary key的 OK 来 这个的话一定有一个 primary key 这两个table 当然 当然就会有两个 primary key啦 OK so 我们回去刚才的那边 so 会有一个 primary key so Pri- Gokunji async async就是alternative key alternative key是什么 OK alternative key是什么 alternative key是什么 alternative key是什么 意思是说它在 OK 通常有alternative key 它一定会有两个到三 两个或以上的table OK OK 下面已经讲了 mangangangduwa atau level entity mangbunjai huwbongang 意思是说它会relate超过一个的 OK 通常呢我们的第一个表格一定是 primary key 它的第二个表格 automatic 它就会变成alternative key 怎样有alternative key 你的第二个表格一定要有第一个表格的其中一 就是你的第一个表格的 primary key OK so这个是重点啦 OK so 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 binary key OK OK so 来 看来 看来 一 mormory harry integrative data 为了要保护数据的完整 避免被创改 第二个东西就是啊 不要不要覆盖旧的更新的数据哦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省电脑空间 就是它不会重复 它不会重复对不对 所以你不会重复的话你就比较节省空间啦 然后第四个的话 在收data的时候它都会有独特的 就好像like mistake你的文件里 每一个文件它都会生成 在电脑里面它是以16进制的 so 16进制它都会生成一个包 是你看不到的 只有它自己的语言它才懂的 OK 所以这四个是它的重点 啊 gurping sorry ok so它的重要性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又回到了 图片要来 analysis 要怎样分辨它是 啊 怎样看 懂它是primary key 还是alternative key ok so 来 我们先recap回去先 ok so 哪一个是你的entity 这个是你的entity 下面这个 attribute 这个整个你的record so来 我来放大一点 ok so 今天在这边呢 你要懂的第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 corgi prim so在这边 通常第一行 啊 第一排 都是你的corgi prim so你的idmurray 就是你的corgi prim ok 在这边它只有一个图的话 它不会有corgi async的 so 看啊 entity bootier bootier bootiermurray 啊打错词 ok bootiermurray呢 corgi primary 就是idmurray corgi async就是没有哦 ok 这样今天如果还有两个表格 看啊 它今天有两个表格 我们先来讲 ok 哪一个是你的corgi primary 这个是你的corgi primary 来两个table有共同的东西是idmurray so自然而然第二个table的idmurray 就会成为你的corgi async ok so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啦 so这个相对来说也比较的简单 ok 这样假设 如果你今天你在这边 你看到的是这种的table ok 各位可以参考的是你的课本的第123面 Activity 4.2 我这边开给各位看一下 Ok Activity 4.2的话呢 又是怎样的呢 Ok Ok Activity 4.2 Oops 4.1 4.2 Ok 这个的话我已经整理出来东西 给你们了 so它会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是它的sample 叫我办 Ok so这个的话它并不是 所谓的上面是 attribute下面是你的record 因为刚才呢我们有讲到的是 如果你看到的是这张图的话 它下面都是record 对不对 所以不同的东西来的 so 回到这边的话它上面 总之你看到underscore都不会是record 就对了 ok 这边就要改回去我们爆上有讲过的 啊 在电脑里面呢 如果我们要整理资料呢 ok 如果 它怎样成为你的ntd啊 它不可以有空格 ok 就是你不管你的ivimurit也不可以有空格 因为它是bomboli58 bomboli58是不可以有空格的 ok so来我们来recap回去多一个东西先 so来这个东西 最上面的这个东西是entity so下面的东西就是attribute 这边没有record 因为我都没有生成出来多一个表 所以我今天有这两个东西啊 ok so来接下去的东西 那一 我先要知道 Rumasukan它 如果单单只是Rumasukan的话 ok 它的kakunji primus 对id 总之 不管table的形式还是 啊 access sheet的形式呢 第1行 都会给你 的是primary key 除非有另有说明在access的图表的时候呢 它才会 特别提醒你 那个不是你的primary key ok 这个是你要注意的东西 ok 今天有两个table就contin ok你的这个Rumasukan id 一定是primary key 因为 moorate里面有重复这个 IDRumas了 ok so moorate里面 id moorate就会是primary key so idRumas 就是 你的kakunji async 你的alternative key ok so说话到这里呢 有问题吗 应该是没有 对不对 有问题的话 一样打在comment区 然后我看到的话 我就会reply了啦 或者是到discord channel里面的discussion 因为那边可以发照片啦 所以你可以发一下 你不懂的是哪一个but 然后我就会 给你啦 ok 接下去呢 我们再来看的是 一点点的练习 ok 一样这一题的话 它是 我讲的吧 它 接下来4.1.2开始 它都是有relate 新的题目来的 so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怎样relate呢 ok 那刚刚加到 你把文件拿来 attribute Ngc Primal Kgc async sys sync entity OK 今天它已经给你entity了 so 现在的话 一样 它完全没有给你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你 要自己去想 有什么是核子 有什么是suitable的 放在这边 ok so 今天你的puggerjack 你做 作为一个员工 你觉得你需要什么 一定要有 他的idpuggerjack 然后 你什么员工 你有idpuggerjack 是不够的 你一定要有名字 你的职位是什么 然后你的地址 跟电话 ok 很多人不懂的东西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地址 地址是 你的老师为什么要跟你收地址的原理 是一样的道理 ok 在公司也是一样要有地址这个东西跟电话 你没有电话乱也是完蛋了 我紧急我要找你加班然后你没有来 不是完蛋了 我要去加班了 你自己要乖 接下来我们要的是 Buggerjack Buggerjack 这个的话就是 Card Recorder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Card Recorder 但是别话 OK Card Recorder它就是这样子的 Card Recorder 它叫Card Recorder 好像不是 就是打卡机 OK我们叫打卡机 这里给各位看一下 OK它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给人家check in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认为打卡机里面需要什么 第1个一定要有Card 那你没有Card你怎样打卡 所以 通常这种有 ID的呢 就是 重要的东西 OK 接下去 一定要有ID Buggerjack 那个Card里面要懂 那个人是谁的 所以接下来它的进跟处的时间 OK 有这两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就是 有attribute已经 编编给你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 identify Guggerjack 跟Guggerjack 跟Guggerjack 所以 当然 Buggerjack的话 接下去你还可以再写 最重要的东西 就一定要有id Buggerjack 你的工作证的编 好 所以来啊 今天这一个哪一个是你的 Guggerjack 通常idid之类的都是你的 Guggerjack 是prima 还是async 就是要来看 OK 这第1个dable 他照这牌的 OK 通常这种题目的话 他一定是照这牌给你 他问你啊 照这第1个 第2个sheet的 第1个sheet 你的Guggerjack 就会是 id Buggerjack 这样 对 id card 这样请问一下 Buggerjack 有没有他的 Guggerjack async 没有 Buggerjack 发射一个 Buggerjack Buggerjack 他的 Guggerjack 是什么 对id Buggerjack 他重复了id Buggerjack 就这样子 OK 这个的话 要看 呃 是比较常常说 比较 hots一点的question 当然 在群里面 我有发起他的题目 送给你们了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OK 来 next的话 OK 4.1.3 就是这样子 OK 接下去的话就是来到我们今天 video的最后一个想要讲的subtopic 也就是4.1.4 OK 4.1.4呢 就是你的 Guggerjack Cardinaland 就是Cardinary Antara Entity Dalam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就是有在你的 Max form 2 已经学过了的 OK so before that what is Cardinaland Cardinaland呢 就是 Maridou Cardinaland Antara Entity Satu Pangaland Data OK so它就是象征着一个关系在 关系 for这个entity to entity的 OK 来 我们来看 在这边呢 我们有很多很多种的 这个 啊 五方案啦 其中包括了 one to one 跟one to many OK so在这个form4 啊 sorry form4不啦 form3的SK里面呢 我们会学的就是这个 one to one 跟one to many 那么呢 如果你是有 过后的话你选的科技是 Science Computer的话 我们记住form4还是form5 你会接下去深造的是 many to one many to many for个Cardinaland的话 OK 对form4 OK 不要忘记了到了form4 forS Science Computer的同学了 这个topic 还是会很重要 尤其是access这个东西 反而byton没有这样重要 啊byton 有啊有啊 啊我没有讲不重要啊 OK还是 重要的 but相对来说 access会更重要 for你form4的silliverse OK so来 啊 meng gan so definity这种东西 我们已经懂了 so 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看 so 我们现在来讲one to one soone to one是什么 就是 一对一对 对不对 一对一的话就是sato entity boobom hania sato entity 啊来 注意哦在这边 cut的什么 entity 跟entity 而已 不会有attribute 跟attribute的 OK 走来怎样子讲呢 比如说我给你例子啦 OK 比如 一个 老师管理 一个 班杀 或者是 一个 马来西亚的公民呢 会有一张IC 你不能 你找看看啊 你 找看有哪个人 他有两张IC的 有啊 每个人一定有两张 一张是mike 一张是mike 对不对 对对 讲得对 嗯 OK 来接下去 OK 接下去呢 我们有的是 OK 一个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名字 这个是对的啦 除非你有 什么外国名啊 阳名啊 还是什么啊 那个是你的事情啊 每个人注册他IC的就只会有 一个名字 当然还是会有special case 有一些人会有两个名字 因为他有两个新式的关系 OK 不重要 来 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张桌子 but这个已经不是常态了 然后有些学生会有两张桌子的 OK 我们就不说了 OK 来 每一个员工都会有一个 电话码 OK but现在的话已经不是常态了 已经一个人会有超过了 这个的话 当然不是图片啦 重点是这个 OK 我们不讲义sato number telephone 他会叫你 他给你一个 situation 他叫你写出他的 relationship OK 每一个员工会有 一个电话码 so 特别是一 都一 OK就这样子 OK so就是这样子 OK 接下去呢 我们再来看的是 One to many OK One to many 就是一个entity 它格格很多的 其他的entity 我们再来看有什么呢 可以来 有 一个学生可以借很多书 一个学生拿很多的科目 然后再来就是 一个 妈妈可以有很多个孩子 然后一个老师友可以有很多个学生 跟一个 人可以有很多个工作 OK 或者是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个电话 OK 比如说 比如说 爸爸今天心情不好要给你iPhone 我们明天给你Samsung后天给你 啊华为啊 你就有三部电话了 所以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电话 OK so就是这样子 OK 来我们 讲到这边呢 我们就是要来看一点点的东西了 so 这个topic还是最重要的就是 ERD这个东西 so什么是ERD Entity Relationship Diagram OK 可以一样还是逃不掉Diagram这种东西的 OK SoDiagram的话就是 Propongan Andaradu Entity Lazimia Debukili Demangunaga Katakritya OK Tong 然后 两个之间的Entity 然后中间我们会画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来放 动词的 OK So Daram Kabarajah Propongan Entity Relationship Hubongan Delukis Demangunaga Symbol OK 用 Rombus 所以怎样子讲呢就是意思是说两个Entity 它的中间 它relate的东西 就是用 Rombus 的形状 那么中间的话我们通常会用 Katakritya 来 就是你的动词 你的动作在做 什么东西 OK 我们来看Example 如果假设今天要给你的公司 OK 这个是从你124面 就是这个啦 124就是 下面 啊 这边 这边拿的 OK 来我们来看啦 OK Soram Pengatua Menguru Sewa Sekola 一个校长 他管理一间学校 他的 图片要讲实话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 这边是属于Entity Entity就是用 长方形 所以本个段 Dash Rombus Dash Sekola 就是他会有 OK 然后呢 最重要的东西你的一堵一一定要写 不用写堵吧 你一定要写一跟一 这边如果这边是两分 OK 你的这个有label然后你的图片画对东西对到完 Event So Event Event So 但凡你少其中一个东西你maximum你就会有Event OK 这个是你的max OK So 甚至是 不会给你分啦 So你还是要背上你的老师啦 OK 本个段里面他们管理了 一个 学校 So 他的动词呢 Mungroos Kam我们没有写了 一个校长管理 一间 学校 OK So 这个是 one to one relationship 接下去我们再来看 第二题 So Mungr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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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片是怎样 OK 先 例出来这边有两个entity Mungroos Mungroos 他的动词是 Mungroos So 你出来的 ERD Diagram 就是这样子 So 如果它是many的话 我们这边是放 M的 所以前面一定是E啦 如果你写Tobalette 那就是你的事情 OK So Mungroos 可以借很多书 So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语句子的形式 来写的 或SK的话 你可以用 ERD的Diagram 来表达的 OK 来 接下去我们再来看的是这个 OK So 一个老师 Mungroos Cast Class So 这边的relationship one to one So One to one 的话呢 也意思是说 So Guru OK Guru Class 跟 一个班级 So 这边的话 你觉得他的动词 Mungroos 一样 Guru他只管理 一个科室 一个班上而已哦 So Guru Mungroos Class 来接下去 我们来看第四个 OK第四个 Zora Mungr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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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o Ajara Sukat So Fox 一个的话 他是 One 对 Lungroos Daribada Sato 多过一个的话 就是Many So 这个的ERD diagram 就是 这样子 Mungroos Dash 画一个 Rombus 再Dash Jara 那么有人就会问了 For entity的话 一定要全大写吗 如果能的话 你就全大写 然后如果你不要的话 就全小写 OK你第一个字大写也可以 就看你自己 还是那句话 Based on你的老师 OK你的 USA 是你的老实感 OK So No matter No matter 就是你的动词 动词我们一定是全小写的 各位 动词一定是全小写 OK So For I think 对的 OK So for这个 啊 OK So for这个 Relationship 就是这样子 而已哦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东西啊 我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还好啦 他没有relig 就这个 4.1.2 跟4.1.3 But 下一个video 就是4.1.5 开始的话呢 这 前面三个你所学到的东西 就会 combine 用在你的 Microsoft off access里面的 所以呢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的 今天的 part 1 就 4.1.1 到 4.1.4 就暂时先告一段落 我们 4.1.5 在 to be continue 就是接下去的话 就会怎样子 combine的 所以 相对来说 4.1 是比较简单的啦 对我来说啊 比起4.2 因为4.2 是比较 偏向coding的 OK 就 我们今天课就到这边了啦 So 我们 进入 广告时间啦 OK 这个是我们 Discord channel Garacord啦 还是 一样啦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啊 还是要拿到更多的练习 可以进到我们 Discord channel啦 那么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啦啦 那我们就 下一个video 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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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